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 以及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反網步 好,禁節我們有講講西方,尤其是美國 媒體又開始生氣了,甚麼事呢 原來 繼中國的航空工業 集團將 向阿聯油 你知道阿聯油都是中東重要的盟友 其實阿聯油現在的關係 和美國關係比沙特拉伯和美國關係更好 當然 現在西匯就說 為何幫他們買東西 因為之前 阿聯油已經幫中國買了L15獵鷹教練機 原來 中國北方工業 公司 亦都在 阿部澤比 國際防務展 收獲一張 大訂單 這個 防務展其實是為期 五日 第十六階 阿部澤比國際防務展 和第七屆 海灣事務展 都一起擺 展會期間 阿聯油國防部 下屬負責進行採購的一個委員會 塔瓦專經濟委員會 塔瓦城 大訂單 是 簽了一份大訂單 那麼厲害 他們 幫採購的軍備和相關系統 當然這233.4億就不是全部中國的 但是中國就拿了一個大訂單 也挺厲害的 阿聯友這次就是要幫中國 買這個AR-3的火箭炮系統 大概是9.02迪拉姆 包含火箭炮 還有其他的 配套彈藥以及 在國內的相關服務 這個AR-3就是中國 兵器工業集團公司研製的一款 無快化多口徑 外貿遠程火箭炮 在2014年第10屆珠海航展上首次 亮相參戰 這個炮的配套有多種射程 和戰鬥部的300毫米和370毫米的火箭炮 和750毫米口徑的火龍480大型火箭彈 另外還可以發射天龍7B的岸艦導彈 這個已經不是 阿聯酋第一次採購中國的軍備 2020年 的閱兵儀式上 其實阿聯酋 展示過他們購買的SR-5 型的 122 220毫米無快化火箭炮 中國外貿火箭炮 產品 已經在海灣多個國家 是取得成績的 所以就令到這些西媒社 可不可行的 他買得應該都 其實阿聯酋都證明是消費者 大家不要以為海灣國家亂差地花錢 其實他們都是 很聰明地花錢的 知道哪些東西可以投資 哪些東西不可以投資 哪些東西可以買 哪些東西不可以買 其中除了阿聯酋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產油大國 巴林 亦都是購買了SR-5型的火箭炮 而航天科攻集團的 BP-12A SY400 共駕火箭 系統 亦都在卡塔爾 2017年的閱兵儀式上是有良上的 因為傳統上 海灣國家一般來說就是買美國東西多 這個是傳統 但是 現在他這樣 西媒不多高興 就覺得 懷疑這些東西究竟行不行 那就是適合以待 首先要懷疑的應該都是阿聯酋不是你 那倒是 少一點操心 麻煩 是的 是的 在這個 防霧展閉幕那天 其實 阿聯酋 仲向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國際貿易公司 授予了一份電訊系統的採購和安裝 合同 大概 1.98億的拉姆 那麼就和歐洲導彈集團 NBDA的一份數據連接設備 採購合同 是 並列阿聯酋 軍方當日 授予 國外企業合同金額的榜首 所以 為什麼和歐洲一樣榜首 那麼 人家也有計算過數 最搞笑的是 上年 習近平不是去了中東 很搞笑 想不到這些西媒就做了燈神 當時他們說 習近平中東行 是促進了中國 在地區的影響力 但是 也是密 月期結束的開始 結果他12月港 2月份又買了 不是結束了 不是結束開始嗎 結束開始還繼續買的 為什麼 真的 是不是有一點點燈神呢 記得當時 其實 習近平 就是 完成了一次歷史性的中東之行 在為期三日的訪問當中 當時 就是 接連舉行中國沙地阿伯 中國阿拉伯 國家包括阿聯酋 和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峰會 叫做海峽會 三大峰會 還有和埃及 巴勒斯坦 科威特 吉布提 還有伊德克等等 二十幾個海灣國家一起開會 在中美博弈當中 美亞 即是美國和沙特 阿拉伯的關係 不是那間電影公司 不是那間 那間好戲看的 越走越遠 習近平 這次 被稱為 這次中東之後 被稱為 面向阿拉伯世界 最大的一次出訪 亦都普遍被 西媒覺得 是提升了 他們都承認的 是提升了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但是 當然 這個 美國什麼聲呢 他肯定查理台 但是 他就說這次 的會議之後 不會有什麼實質結果的 甚至會有跌行出現 和阿拉伯國家 好像沒有 有實質結果 買多了軍備算是實質結果 是的 但是不是 西媒所說的 他應該 說的是比較負面的結果 他肯定是 沒錯 裏行出現 好像真的沒有 當然他們就說 在這次 中國阿拉伯峰會上 中國 和多個國家 宣佈建構 中國一直在全世界 提倡的命運共同體的宣言 另外 第二天 首屆 中國海峽 峰會 還決定 提升彼此間的關係 包括阿聯酋 建立 並且加強 中國和海灣國家的戰略夥伴關係 中國和阿拉伯國家 都是面對 實現 民族 震興和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路徑 事實上真是得到各方的 積極性響應 連美國什麼聲都說 習近平 以對 沙特阿拉伯的國事訪問展開這次中東之行 兩個國家最新簽訂的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 就說 雙方強調 決心加強 防務 等等 各方面的領域合作 打造發展中 國家的團結合作 烏利共贏的典範 雙方 亦亦亦亦亦發了一場聲明 範圍是很廣 其中包括烏克蘭 伊朗 巴勒斯坦 敘利亞 伊拉克和阿富汗 阿門等等 問題 相比之下 2016年 習近平訪問 沙特阿拉伯只是說敘利亞問題 這次 真是比較全面 但亦有 西方的學者 覺得 其實你算他也沒用 因為 中國真是把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灣國家 視為從技術和到政治一系列問題上的長期合作夥伴 其實這些海灣國家 亦都是要中國進入他們的圈子 其實這些海灣國家正做很多 以前他們全面靠尾 現在都知道 一個地方 如果你是 還有 你要有價值 你只靠一邊就沒用 是嗎 經常都是這句 I know the 小孩遊堂吃 當然 現在這個美沙關係 就不見得好 但是 美國和阿聯酋的關係就沒有 美國和沙特阿拉伯關係那麼差 當然 阿聯酋怎樣都好 都是中東國家 都是 要跟他們的兄弟 就算在土耳其 在土耳其的這次強震之下 之前他們對土耳其都並不敢冒 但是都是捐很多錢 這些國家 這件事你不得不佩服他們的某宗教 當然他們有分兩個大派 但是 最後還是團結的 你不要說他們是真的團結 你遇到這些 天災人禍 是他們一定團結一起去做的 你不要在加把口說什麼 諷刺 說不該死 千萬不要寫這些東西 千萬不要像查理周刊那樣 我們又是說雙重標準 查理周刊 這樣去諷刺 笑別人 有沒有被其他西梅口誅不伐 沒有 沒有 是我剛剛那個 看到推特才說他 真的 是啊 那麼現在 美國 傳統上 是領導著 這班海灣國家 但是 的確確 這個來自 倫敦國王學院的講師 叫 尼尼 他就說 的確美國 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 是 減弱 以及之前 和這些海灣國家 的協議 亦都向華盛頓發出一個訊號 就是以沙特為首的 海灣國家 現在 更加多自主權去處理自己外交事務 不會很像以前那樣 什麼都跟 那麼 實質上 是 中國和這些海灣國家的關係 是得到了升級的 這個是現實 當然啦 他之前說什麼 蜜月期難以為計 很快消失 可能 那個快不知道有多快 兩個幾月而已 那麼就說 他們 就說中東 在歷史上 宗教 種族 資源 政治 等等 錯綜複雜的 是盤根挫折的 這句話真的很搞笑 大國 是很容易 一筆腎進去就不能自拔 今次 和伊拉克 真是笑死我 伊拉克 你是不是 鬼拍後尾枕啊 你為什麼要說自己 哎呀 含了他 阿富汗含了 二十幾三十年 他們就說中國多年來一直 長袖善武 和各地地區衝突的敵對各方都保持良好關係 他們承認 不過 在加深沙特的關係時 同時 亦都和伊朗關係 是 不斷深化的 也不可能的 伊朗可以出現列痕 是 這句話兩個月前說 結果早幾天 伊朗的總統就訪問了中國 是不是登神呢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個登神是來自 中東 真是真正 阿拉丁 在這次訪問當中 當時 中國是 罕見地在 有關地區安全事務表態 當中 是站在阿拉伯國家改方 令伊朗不高興 但後來也沒有了 其實 伊朗不高興 但後來 應該 之後又談了就好一點 大家都需要大家的時候 到一個點 大家都明白 哪裏是不可以再說的 其實就等於 流浪氣球 說說說不就不說 是嗎 當然 之前伊朗 照見中國 駐伊大使 表達了強烈不滿之後 我就看到沒有其他動作 其他動作 當時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也說 海峽會國家和伊朗都是中國朋友 中方發展和雙方關係 都不針對第三方 之後 時任的中國副總理胡春華 都去了伊朗訪問 所以 之前有說到 沒有了密月期 結果 第一件事 兩件事做了燈神 第一就是沒有了密月期 結果這次 好像都拿了很多大訂單 生意 你說 幫他買軍備不代表密月期 你都說了 亦都說和伊朗有重大的列行結果 早兩個星期 伊朗總統就訪問了中國 即是怎樣 即是 真是 狠狠打臉 可以這麼說 真是狠狠地 挺厲害的 其實這個伊朗總統 內希也是14日 剛剛訪問中國 剛剛訪問中國 而且內希也說伊朗和中國 會保持 長期的合作關係 又狠狠打臉 當然你也可以說 他表面那套 和底下那套不同 人都親身去到那套了 你還想鬥嗎 還想鬱嗎 都可以鬱的 有什麼所謂呢 對於他來講 都可以鬱的 是嗎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